你有没有想过 在一个完全没有雨的地方 你能够想象 雨是什么样子吗 我今天就要讲一本 宁满秋的作品 就是《星宫下的奇幻旅程》 那这本书呢 它里面第一个主角是 它叫做《琥珀》 到达今年十岁了 它从来没有看过雨 所以它不知道雨是 一颗一颗像 还是像线一样 一条一条像 那鱼打在身上会痛吗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是它最大的期盼 所以它一直期待 有一天可以下雨 可是它住的地方不可能 所以在它十岁生日过后 去追求一个雨震的地方 但是等它真的到那里 没有雨 因为气候整个改变了 那这地球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满秋在这本书里面的 第一个故事 那大家可以发现 这本书其实它有两个设计 反过来另外一个是 《星宫下的奇幻旅程》 这里是羊驼南海 这里面另外是一个小男生 他也是住在林县以上 四千公尺的山上 那里没有树 所以树对它是什么呢 它没办法想象 后来它因为有个机会 认识了一个女人 一个叫土土的大学生 那个人它告诉他 树长什么样子 后来两个它们就经常通信 有一天它发现 土土有一点危机 是什么危机呢 因为他住的地方的森林不见了 所以这个阳帝决定去找这个土土 他发现土土为了要保护那些树 把它自己绑在树上 那这时候阳帝又觉得非常不解 在他住的地方 他们连要种一棵树都这么困难 可是这里的人为什么要砍掉一棵树 是这么容易呢 在满秋在这两个故事里面 其实他没有去讲 我们应该怎么去保护地球这个环境 可是他就有这两个主角 他们的故事 让我们去体验一个 跟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 也许对他们来说是特别的珍贵 那我觉得这也是满秋一个 非常充满国际视野的作品 感谢观看